1994年12月,杜达耶夫拒绝业利亲最后通牒,俄罗斯军队相议于独立的车臣,发起第一次车臣战争。 但是保养不佳的装备,士气并落的官兵,成就的作战模式,让车臣成为了俄军蒙羞的华切炉。 在遭受了两万余人的重大伤亡后,粘绵倒地的俄军全面撤出车臣地区,图俄罗斯军队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损失惨重。 万兵士气地落,2018年2月,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俄罗斯飞行员罗曼贝利波夫塔射落地后,被敌人包围,在生命最后关闯。 他高呼着为了兄弟们,依然拉响手榴弹,一身殉职,虽然只是一个人的壮举,但全世界都感受到,那个令人炸厉的北极熊又回来了。 图,为了兄弟们,让人肃然起敬,无庸置疑,俄罗斯虽然继承了红色政权的大部分遗产,但是差弱的经济,使得俄罗斯军事实力降到了极低点。 特别是俄军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失败,似乎是毛修与此。 但随着普京当选,俄军标志性的德马学生便重够响起,尤其是2008年俄格五月战争爆发后, 普京任命改革派谢尔·九克夫,强势推竞争对改革,逐步加大高精兼武器装备的研发,淘汰老旧装备, 使得俄军作战能力得到协助提升。 图·俄格战争期间的俄罗斯装甲车队,2014年9月,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展开苏联节期以来,规模最大的战备演练, 包括陆、海、空三军与十万兵力,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,全部完成兵力集结。 空降兵甚至经过4000余公里的飞行,成功空降至位于固叶岛地域的靶场, 战备水平之高让人咋舌。 图·俄罗斯院东地区战备大演练, 瑞典2017年的一份报告表明,俄军能够同时应付多场大规模的战斗。 这样的评价,历史上还只有美苏这两个超级强权享有过, 而俄罗斯军队能够涅槃重生,靠的也不仅仅是庞大的核武库。 更多的还是俄罗斯对地缘政治和国内来行事的判断, 在到战兵中去,一步一步地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, 图俄罗斯军队的改革,由强人普京亲自操刀, 比如,在2014年的乌克兰战争,实际是俄罗斯为应对美欧围堵, 确保自身安全采取的反制措施,凭借着俄军在东吴地区积极有效的行动, 使俄罗斯不仅取得了与卫约对赌的筹码, 而且促成了克里米亚的回归, 保住了俄罗斯在南部的出海通道和战略屏障, 图·出兵乌克兰,实际也是在检验军改成效, 在比如,去印亚维基极化后,俄罗斯高调介入, 意图就是要保住俄罗斯中东地区的利益存在与华语权, 维基中,俄军不仅将国内最先进的FU35、FU400等先进装备投入战场, 就是冒黑烟等唯一航母固自灭索呼号也要去练两下, 可谓像装母建议在设美, 而俄军在战场上显示出的多位化、立体化、新鲜化作战能力, 也确实帮助旭利亚政府军稳定住了局势, 在与美国的较量中,占据了先手优势。 图,在叙利亚、阿勒坡执行任务的俄军, 显然,俄军正在过不再恢复其历史荣光的道路上, 其在乌克兰战争和叙利亚战争中的表现, 正在改变人们的传统宫典, 全世界都将认识到普京那句, 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并非空话。 图,在红场授月的俄罗斯军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